邻居家砍树 树上一窝鸟 可惜了 知道我们养鸟 拿到我这儿来了 应该是文鸟之类的 给它养大吧 用一个碗 里面装一块烂布 给它们做一个小窝 这是天气 三十八九度 看这几个小家伙热的 给它喂点水 太不容易了 这种小鸟有素郎 应该是吃小米之类的 用开水泡了点小米 等一会儿它饿了 就开始喂它 现在喂它们吃食物 我拿这个软吸管 我这样喂吧 然后把食物打到吸管里面 这样 吃饭 看来还没饿 吃饭吃饭 可能有警惕性 看一下吃不吃 有个张嘴的 然后打到它嘴里去 就可以了 这样 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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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吃了 再给它搞一点 有一个素郎里面 还有很多吃的没消化 这个饿了 这个饿了 好的 就这样喂吧 再给它们喂点水喝 好了好了 回家的路上 发现一只黑乌鸦 它不怎么怕人 哈喽 拜拜 会说话 你好 你好 你是谁呀 你是谁 你好 我说你是谁 我是小八哥 你是小八哥 那我也不知道你家在哪里 你家在哪里知道吗 你还笑 这干什么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 哇 我把抓住 抓住了 把他 放生了 让他找他主人去 快 可以走了 应该 嘿 哇 怎么回事 你不准备回家吗 那算了 我把他带到我家去 养着 今天真是赚大了 这就是缘分 你们懂的 不解释 今天小鸟们估计是不敢回来了 隔壁 在车房子 我来找一下杜鹃跟松鸭 听到在这叫了 松鸭在这里 杜鹃在这 已经听到他叫声了 哦 杜鹃在这 过来过来 还是松鸭比较亲人呢 他们飞到这里面去了 没有路啊 过来 来了 两只都来了 过来 来 哎 过来 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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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东西 来 哎呦 哇 杜鹃居然飞下来了 过来 过来 恶狠的 过来 啊 给你 给你 太不容易了 杜鹃居然敢下来 哎 过来 吃饭喽 哎 过来一个 过来 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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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只都飞到这里面去了 这里还有野果子 这个地方生态不错 没人打扰 松鸭在那儿自己找吃的了 杜鹃也在旁边 好了 这个地方很好 走 走 回家 带出来逛一下 出来玩开心不 走喽 走 哎呀 把我转晕了 这飞的 玩好了 开始在手上晒太阳了 看着造型 你这造型太熟悉了吧 走了 我回家了 你自己在这晒吧 看一下啊 他会不会过来 躲在这里 早过来了 回家给他洗澡 一回来就想洗澡 哎呦 哎呦 这下好玩了 水太深了 你也太猴急了吧 好满了 可以了 开不开心了 贝贝 摸一下 不错 只要他一起走 这附近 湿露露的 好洗好了 来 手上来 梳理羽毛 好 感谢观看